那么在王阳先生分享结束之后呢 下面就由我本人代表全球SDN做任务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新的关于SDN控制器的一个测试工具的一个进展 当然呢那个除了我除了客串主持人之外 同时也是全球SDN做任务中心的工作师 同时也在LONF担任测试工具总副游戏的职位 基本上属于白天写代码反正开会写标准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次呢我是希望作为第三方的一个测试认证实验室 虽然我们也测SDN也测NFV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次大会上呢 把我们的话题能够聚焦一下 聚焦到我们现在的关于这个控制器性能的测试工具上来 以让我们的讨论能够更有深度 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 供大家批评 好 那么那个我们现在就开始关于这方面的分歧了 那么我想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 我想大家可能会猜到我要说一些什么东西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我要介绍一些新的测试技术 但是这个事肯定我会介绍这些 那么同时你可能会觉得我会介绍一些新的测试规范 或者说那个测试标准在这方面的一些进展 没错这方面我也会介绍 那么您可能还会觉得我会介绍一个新的测试软件 或者说一个新的测试工具 对这个也是我要介绍的一个重点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这次分享里面呢 它都只是这次分享内容的一部分 并且呢我们是有一条主线来贯穿这种分享的 这个分享这条主线呢就是我们的开源软件 这里边呢我们会有一个在所有介绍开始之前 会有一个关于开源软件的一些想法和思考 那么我们现在就简单的来开始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大家都知道 如果您做那个控制器行动测试的话 您肯定知道Cbench 这个应该是当前夜景使用最广泛的一款开源软件 他们我几乎我所有见到在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工具之前 在所有的测试报告都会提到Cbench 也都会开Cbench的测试结果 那么呢我们当时想想法是说 我们既然也想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我们何不就是借助开源的力量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当前非常热的话题 就是开源软件的价值等等 所以我们的最初想法也是说呢 基于Cbench可以做一款测试工具 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即使减少了我们开发的难度和成本 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开源软件许多的这些价值 但是在我们真正的开始深入到Cbench这款工具之后呢 我们发现它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 那么它存在哪方面的问题呢 比如第一个我提到的是它的测试方法没有被标准化 这个并不是说你的测试方法一定要写入到某一个标准组织的规范里面去 或者写到IETF里面去 并不是说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的测试方法并没有在现实的场景中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就是说现实场景中并不可能出现你模拟的那些测试方法 那么这个是我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当然也有些人会说 既然有一个方法也可以测试一些结果 那你可以先用这个先开始做 然后可以那没问题 那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也打算基于这个方面来做的话 但是我们发现了 它还有确实很多特径 很多必须的特径 比如说你需要对它的包的一些长度所做的调整 或者说你要对它的包的一些内容所做的修改 或者说你需要规定一个它上搜美观的速率 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它基本上是一个写死的软件 它既没有模块化的一些支持也没有一些EPI的支持 所以这让我们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输手无策的状态 对我们来说所有预期基于它开发还不如我们自己写的一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发现的第二点的一个问题 那么也许有人会说 本来就是开源软件 你也不需要花钱 当然也不会有人提供给你太多的技术支持和维护 那么我们如果即便是想对这款开源软件做出一些改造 我们继续深入到它的架构之后 我们只能说它的架构基本上 基本上是没有可回于软件架构设计这方面的东西的 它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写死的 并没有任何的模块 每个模块当然也就谈不上模块的可拆卸 可移植方向这方面的特性 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一行按社区执行的代码 没有任何就是关于这个维护性或者说可拓展性这方面的拷费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第三个问题 那么第四个问题呢 我们甚至发现它的测试结果是不正确 当然这个不正确是加了一个引号 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在这里就解释给大家 那么这个呢 是我截取的Cbench的一部分代码 这方面的话大家可能 我问您懂不懂C比较吧 我都会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 现在是这样 这部分代码的意思是说是Cbench接收消息版的一部分模块的内容 它的意思是说所有packetout这个类型的数据它都会进入一个统计就是那个count加加的一号就是我拿横框标准的一号 然后除此之外呢所有for note的消息我也都会进入到这个统计里面去 但是这个本身其实来说对于测试工具来说它并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我所有看到的测试报告基本上上20多分吧基本上所有都把Cbench的测试结果当成了仅仅对于for note的一个测试的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 当然你不能说测试工具是错的 你也不能说是这些写出报告的人或者说使用这个工具的人是错的 而是说我们在使用一款开源软件之前我们想要急于它开发之前 我们是需要自问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 或者说我们真的十分的了解这一块软件 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轮轮到人云亦云的一个境地 比如说第一个报告说这个sequent给出的结果就是for note的结果 然后第二个统计划报告的人也会继续跟上 如果你没有自己看待的话 但是实际上你如果分析了一下的话 其实这是两个协议消息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总和 那么您的测试结果如果您只说它是一个for note的结果的话 那就是可有一部分的错误 那么这个是关于就是我们之前跟 Cbench这款开源软件打交道的一些经验 然后在这里边呢我们大概也总结了一些 一些收获到的一些经验吧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想使用一款开源软件 不要为了拥抱开源而去拥抱开源 而是说你首先要给你清楚自己的一些需求 你真正的要求是哪些 它你选择的开源软件是不是真正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不可以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完全可以放弃 您可以再为了选一款开源软件 或者说完全放弃开源的这种策略 因为因为我也见过很多的除了Cbench这款开源软件之外 我也见过很多的厂商就说你小孩做错试 它会基于ODL做一款控制器的开发 然后做了很多的外围开发 做了新的界面 做了很多自己特有的特性 但是在我们实际测试中性能上去 那你那些特性 基本上对这些性能的提升是一事无故的 但是你本身对ODL或者说对ODL这款控制器的理解 都不是很深入 做性能的调优 对它的内核 可能理解这方面还没有做一个很深入的了解 那么对它性能的提升 可能也基本上属于一个输手无策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我就是我大概想强调的 虽然大家都在说开源都不那么好 但是开源是多么能够节约企业的成本 能够多么推动行业的发展 但是我想说还是说 如果开源软件不能符合你自己的一些本身的需求的话 那你不如自己自己重新另起营造 或者说自己重新开始的一个项目 那么我们就按刚才那个程式图来说 进入到我们关于这个控制器的性能测试功率方面 我们首先会定义一些需求 就是说我们虽然抛弃了西班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需求还是在 我们是希望自己搞 但是我们也要做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当然第一件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需要和那个被冲的设备做一个高频率的一个互动 那这方面就是说发一些文放的消息等等这方面的内容 当然这方面需要强调的就是说 你不仅仅是说你的频率越高越好 而是说你可以预先设定好你的频率 你可以设定它100K每秒 或者说你设定它10K每秒 或者说你设定它1000K每秒 这每一个东西都是需要你可以挑战的 因为这些是你性能测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环境 并且在这种环境下你才能得到一个有意义的测试结果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需求 第二个需求就是说 对网络环境的一个比较灵活的模拟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控制器 当然我就是模拟成交换机来和你对接来和你做交互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拿到你性能的一些指标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对你的可以模拟的那些网络状态 做一个灵活的一个调整 包括它的拓扑 它的那个它整个的那个交换机的一些个数等等这方面的东西 当然这方面基本上是不具备的 但是我们是需要的 所以这是我提到的大概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就是说你需要很灵活的去改变一些比较 关键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你上罚HackingIn的一个报纸 那么它包含的是一个25报 还是一个SMP的报纸这些东西 你都需要可以整比较灵活的去调整 同时你所有其他上罚的内型都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 或者比较一个方便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接口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模拟各种大量的一些网络的情形或者说网络的时间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性能测试所必须需要的东西 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一个 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logo 还有就是说一些测试结果的可视化这方面的东西 作为一个开源的测试软件 我们可能并不需要一个图形的界面 因为真正的那些测试人员 他们可能更喜欢命令行动输入方式 如果你做的行列版的话 其实这个并不复杂 但是对于测试性能测试的结果呢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可视的一个指弯的一个方式来表现 那么那么并且整个测试过程都需要有一个详细的描述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第四点要求 在这个在后面介绍我们开发的这种工具之前呢 我先简单的就是描述一下标准和这个开源软件这方面的关系 因为之前我们也之前一直在唱衰开源软件啊 但是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具体到我们这个具体的案例 我们在开源软件这方面得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仅此而已并不是说开源软件并不好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开源软件的好处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在那个去年的时候 我们首先推出了OS Suite 1.3 这个是OpenFlow 1.3的一致性的测试工具 这款工具呢是OLF第一个人生的一个测试工具 我们现在已经使用这款工具 就是大概推出了有30款交换机的OpenFlow 1.3一致性认证 那么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开源软件对标准的一种促进的一个过程 因为那个我一直在OpenFlow 1.4的测试工作所做一些标准开发的工作 在我们没有这款软件之前呢 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标准撰写基本上是一个闭门造军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你看着OpenFlow 1.3的标准 然后你看着这个标准去写它的测试标准 但实际上你是拿不到第一手的反馈资料 就是说你是拿不到实际的交换机场上对这个标准支持情况的一些实际的资料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所有的这些标准的撰写基本上就是在电话会议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 最后也没有一个可以标定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觉得还是要寻找一种方法可以突破这个局面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基于OF-Test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这个 这也是一款开源的软件 在这个软件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做了OF-Suite 1.3 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测试套的第一个算是产品吧 或者说是第一个开源的一个尝试 那这个标准在这个OF-Test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做出这个工具之后 可以真正的使用一些交换机的厂商的产品来做对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些实际的第一手的资论 然后把这些消息反馈给OF 反馈给现测试标准的工作组 这个时候我们最后中才把这整个的1.3的 以致性的认证项目纳下 所以说这个也是开源软件对标准组织的一种贡献 或者是一种肃进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看好开源软件的一个原因 那么现在呢 那我想介绍的是重点介绍说 i3的Performance 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控制器的性能测试软件 它基本上也是反而一样的套路 只是说它没有基于 没有再基于C-bench或者说其他的人来做 而是重新 重新用企图到重新做的一款 从第一行代码开始 重新做的一款开源的一个尝试 当然它所拿到的一些测试过程 或者说测试反馈也都反对到了 Olaf 那个关于控制器标准的测试功能 关于这个标准呢 我们现在也基本上定稿了 虽然没有程式发布 但是 稿件已经跌码上现在是一个 Olaf 内部的一个评准过程 相信也会在 然后最近可以得到发布 另外呢 还有关于标准的一些介绍 就是说 并不成立是Olaf 一个人在写这个标准 当然IETF那方面的测试 标准的专写也有参与 下面这个表格是这个标准的对比 一个是Olaf 左边是Olaf 下面的那些内容是它的测试力 右边是IETF的 下面是它的测试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表格里边 有重合的部分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所谓的 Controller Channel Capacity 然后IETF的 Control Session Capacity 大概只是一些描述 或者名称上的一套 但是实际的测试方法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也发现 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Olaf它可能更堪用 关于辅助通道这方面的测试 性能测试的一些能力 但是IETF就没有设计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Olaf这边也有很多 关于集群这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位置 但是IETF这边也没有设计 所以我觉得Olaf这边 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测试力 比较一个全面的测试标准 所以我的测试工具也就打算是 标顶Olaf的标准标准 然后来把11个标准全部都实现了 好 那么介绍这么多 才真正开始关于这款工具的一个比较 比较高 High Level 的一个层标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它是一款性能的标准工具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有的硬件来专门来用好这方面的东西 而是说只能运行在Linux的一个通用的服务器上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软件做得十分的很轻 或者说十分的快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比较底层的C元来做的 目的就是说能达到这一点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刚才介绍的我们的所有测试方法都是 都是标准化 都是依据一些国际标准组织的测试规范来编写的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关于它整个的一个使用过程 它都是一个有活的架构 然后也有很多的API可以提供出来给我们所有的测试人员 那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所有需要有任何定制化测试内容的测试人员 或者说实验室也都可以完全在这个基础上开发自己的测试力 当然我们主要强调的还是说这一套的架构 它的架构是可以造成所有这些可能的最基础的一个因素 我们只是把这个架构用作一个openflow 1.3的一个行动测试工具 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把它用作认责力 绝对有利益的测试工具 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一些测试力 比如说就像我刚才第一个介绍的maxima control channel capacity 就是它会管理大量的openflow 1.3的交换机 然后它连接到Base的设备上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标定一下被测控制器的一些性 当然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过程 我们截的是onos的一个截图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建立了100个交换机 然后我们可以逐渐增加这些交换机 增加300%变成400个 因为我们这套工具考虑到的 因为我们之前考虑到的那些需求 所以我们这个模拟的交换机的数量 基本上是属于inux限定的一个标准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每一个交换机都会开一个sell kit 但是在inux系统里面 每一个sell kit都是一个文件描述符 然后操作系统对这个文件描述符的数量是有限制 所以我们这个因为它的架构非常轻 设计的也非常高效 所以最终它能支持多少 基本上是看这个系统 它的文件能够符能支持多少 所以这个方面 关于这方面的性能 还是比较满意 那么第二个素质性 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需要它对模拟的网络环境的 比较十分的盈活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组成任何我想要的拖坡 然后我可以有接头 提供给它的使用者 自定义任何拖坡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其实是自定义了 提前预定义的三种拖坡 包括线轻的 包括红轻的 包括lipsband 那么这个是一些截图 当然在这里 因为你如果联的交换机太多的话 你描述符的肩面 基本上是看不清它的连接方式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 选择了少量的交换机来做这个演示 在这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预定的一些拖坡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测量它的拖坡方向的 一些时间的作用力 我们还可以测量 拖坡的 它有一些事件的产生 比如说新的链路建立 或者说 新的有旧的链路动开 在这个时候 控制器一些 侦测的一些相应的时间 包括它的一些 重新重流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实现很多灵活的测试力 那么第三点 就是关于我们上送和控制器之间 做交互的一些特性的介绍 这个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 你既然要和 大家实际我们合到的话 就会知道交换机 一般是把它的一些效益 都通过packed in 这个包吻 上送给了 控制器 那么你上送 那么控制器 对packed in 包吻的这个处理速度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但是我们又希望呢 你上送这个packed in 但是对你的测试工具来说 你需要有一个 预先配置的一个速度 比如说你一秒钟发一百个 或者说你一秒钟发一千个 这些都是需要挑战 这样你才可以分好的结果 同时这个速度 要求是要恒定的 比如说你一秒钟发一百个 你前的那一秒发了九个 后的那一秒发了十个 这个达到的测试结果 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是要 比如说你一秒钟发一百个 那么你就是每一秒 每一秒 每一秒发一个 每一秒发一个 一直保持这个恒定的数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这款架构呢 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一个比较低端的 一个服务器上呢 它基本上也可以达到 恒定的一千k每秒的一个时间 我在这里呢 有一些那个vrshark的装包 也就是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那个时间戳 基本上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我们需要的数位 都会放松一个pkd 左边这个是0.01秒 放松一个 大家可以简要的计算一下 它那个时间单位是秒 然后右边那个呢 因为是vrshark 因为vrshark 已经出现很多聚合的情况 所以表现的不是太好 但是我们有一些自己的 烙的文件也可以严重 好吧 那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 所做的这个开源的厂试啊 它我刚才也介绍说 它并不仅仅可以作为一个 控制器性能测试的工具 而是说 这套架构的基础之上 可以做一个任何想做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到的 那就是说可以把它改造成一个 安全的缩织工具 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放pkd 爆纹 这个如果我们发的数量很大 的话 对控制器来说 就是一定会把DDoS的一个攻击 那么这个从天上呢 可以转化成一个安全的缩织工具 同时我们也刚才介绍说 我们可以修改爆纹的任何一个 热色的一部分内容 那么如果比如说 一个pkd验表 我把它的态度性改错了 那这个时候也相当于是对控制器 对这种异常消息的处理的 一个能力的一个标定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想做了一些工作 也就是说把这个架构能够更好的利用起来 能够更好的让它为我们的网络技术的 推进和方向和服务 那么最后呢 就是关于这个数据可视化这方面的移动和内容 因为我刚才介绍说 我们可能并不需要数据可视化的界面 但是我们需要一些可视化的测试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呢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测试报告里面 结下来的一张图 这个是关于拓铺发现时间 这个所成立的一个测试结果 那么横坐标呢 应该是它模拟的交换机的数位 然后它的不同颜色 黄色的珠状图呢 就是代表不同的特殊类型 比如说蓝色是Linear 红色是Ring 然后黄色是Ring 然后黄色是Ring 左边的动作表呢 就是测试结果 就是你的特殊的发现时间 为什么后面那两回 没有这个黄色的珠状图 是因为我们当时的背色设备 因为在300和500个交换机的情况下 以前就是没法handle 所以就没有 结果就只能计为Nla 但是在100个情况下 好像是有这方面的东西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工具的一个全面的展示 就是我们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写到的一个测试报告里面 现在就是关于我们Daylight的一个匹版本的一个报告 所以拿到这个报告的方法呢 我本来是在这里放了一个二维码 但是我猜可能在这种投影的情况下 可能扫描的并不是特别顺利 所以我把它改成了这样 就是大家的名牌后面会有一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就是那个公众号 如果您扫描一下的话 你可以点击那个测试认证 它就会弹出一些一些新闻 然后这里面就有所有之前做过的 关于控制器新闻的测试报告 即使有5.0的报告 RVU的 也有我们就是上周去办的那个 SDFA FAST测试活动的改批书 所有的效率都可以在这里面来查阅 当然最后是关于这款工具的一些计划 当然这还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内容 当然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测试力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安全的测试工具 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图形界面 等等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做 但是更想要强调的一点是说 这款工具它本身是 你可以做哪些测试力 它有哪些特性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说 它本身是一个底层网络的一个模拟器 你现在可以用它模拟 我可以做了1.3的交换机 原来你也可以把它模拟成B-Tile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以后的话 你可以甚至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云类似的一些东西 都可以在这方面来做 总的来说呢 这就是我们开源的一个实践 因为我们前面有像C-Bunch那种的 那种坏的颜色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向传媒体 提供一个美活可用的高价值的开源停留架构 可以自己把大家在这方面 共同的来找到大家自己的乐趣的价值 就这一切 谢谢大家